尼泊爾大地震發生後5天即是星期四 雖然已經過了救人黃金72小時 加特滿都的災區 仍然陸續有人奇蹟獲救 首先是日恩 一個15歲的少年被救援人員 從丹塔大樓的瓦力刀中救出 再由擔架抬走 他當時出奇地仍然清醒 面露痛苦表情 救護車將他運送到醫院搶救 沿途有大批民眾為他喝彩 救援隊伍深夜繼續努力搜救 當發現在瓦力隊中有生命跡象時 救援人員立即透過納粔視察 兼且查問狀況 結果黃天不負有心人 這隊來自以色列隊伍成功救出一個女子 女子由丹塔大樓抬走 救援人員透露 女子在聽到有人用尼泊爾話 跟她說話時她不停喊痛 要身邊的人安慰她 I'm amazed by this lady I don't know where she has the power from how she survived and she was able to speak and shout after more than 130 days every 40 hours it's really beyond any imagination 到現時為止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6100人 至少13000人受傷 W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它是一個大的證明 某 dagen